找一下那个template 那我想一想要怎样推它 不用不用当场的 当场 是不是要乱开啊 故意的你们 大家好我是Aivolo 哈喽我是Dora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线video 我们在要拿舒适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顾虑啦 就是我们要想要不要自己设计 或者是找承包商来帮忙 用我们的设计来做 我们想要的固案跟放置 可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做工 没有什么时间去批准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 去联系一个想法 当然是我们是有找了几间公司 来比较对的 但是就是刚好买Reno Diary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road show 有陈汉伟在也是 啊那个road show 所以我们就 我和我的老婆就下去看看 听听一下 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现 那个show room的那个 design 还有quality 它的那些carpentry这些都是很理想的啦 所以我们就讨论了过后 所以才 enggaged by Reno Diary 我最后 我最后 就开始 我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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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选择的厕所 我们一进去就觉得很兴趣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厕所 我认为因为是女孩子 所以很注重厕所 其实我也是要加上 我很喜欢厨房的那个 扣除桌子 因为它很神味 我觉得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阿圣介绍也是很好 因为我们一推开 我们可以 我煮饭的时候 我可以放切菜了 我可以放旁边 因为现在VT我很小 新的屋子 而且四方 其实我整间家 我都很喜欢 是吗 当然啦 因为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的共鸣 就是很像在客厅的话 我坐在这个沙发上 我看电视看movie 哇 就很像很relax这个feel 房间 我也有一个working world 你看 穿美美西装打领带的时候 照着那个大大的镜子 哇 多么帅才出门 对啦 当然是 当然是每一间房间 我都很喜欢啦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很满意的地方 一个开心宝也是啦 哈哈哈哈 跟他合作真的是很愉快啦 go steady go steady 第一次我们遇到阿深 在我们的beard house 对吗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直接画在墙壁那些cabinet 什么design 什么size 这样的layout 几个格直接 对 一次过画出来 我们就哇 ok go go for it 对 因为我们的 living room 的那些cabinet 也是starting的时候 是做一个full flat的 就是整片cabinet来的 but because 我们跟胜利当时讨论的时候 就是讲 我那边有switch 如果我做平面的话 会遮住这个东西 然后就很不方便 然后他就很practical的suggest 要不然我们做这种设计啦 这样看起来比较高贵 比较美观也是 然后你的中间的那个media cabinet 你也可以放东西 如果有好的idea 我们experience我的 which is 让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影响的 我们当然是会介绍朋友 亲戚或者是任何人 需要做renovation的啦 so you recommend you recommend yeah definitely 我们会给他testimonia don't worry